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杰森四十七岁 他是一个从加州来的做局长 他也谈金属吉他 可能只有专业的音乐家才知道他 一般人不知道他 杰森不是主流音乐家 可是他的音乐真棒 再听一下 Jason弹吉他弹得真好 真快 他能一边弹吉他 一边玩游游球 Jason应该会有 我的分析 但是 1990年 他得了 很重的兵 叫ALS 一声告诉他 只能活三年 但是 七年以后 他还活着 可是 不能动 也不能说话 他只能用 眼睛跟人沟通 在这样见面的情况下 他1996年 发行了Perspective的专辑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来告诉你 虽然 他不能弹吉他了 但是 他可以作曲 他用电脑活着 请朋友帮忙他 他的音乐 特别有感情 可以听到 他的冰痛 但是 他真是下来了 他的故事 非常感兴 如果你知道 你就会更喜欢 他的音乐 二十年以后 他仍然作曲 我就是他的超级粉色 很期待 他的新专辑 不管 你听没听过 金曲吉他 音乐 我觉得 你都会 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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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